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沙龙 怎么少了两支油呢 不会没带吧 我的天哪 我真的没有带精油 算了 算了 就这样 电源线也没带 商讯机也没带 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马上就要开分享会了 真的是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的沙龙 但是我这个电源线忘记带了 所以今天大家就听我讲吧 反正我也讲了很多次了 这些精油 我今天精油也没带齐 主要是讲这个女生 女生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红橘 这红橘特别好 这个红橘就是对女生的那个器官 特别有滋音的这个效果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男生对不对 男生的话 那个阎兰草特别好 我找找 我找找 哎呀 阎兰草我没带 太不好意思了 你就听我讲 阎兰草其实对睡眠特别好 对男生的睡眠 你可以回去有机会可以试一试买一瓶颜兰草 好吧 哎 提提提提提提 难得来一次 要不你买一瓶红橘回去试试呗 可以体验一下 不 那个我今天邮带的不多 然后精油也不便宜 我家用那情况 要不先买一瓶呗 买一瓶试一试也好 对吧 我今天有点事亲爱的 要不我先走了 提提提走了 这个红橘特别好 对你家孩子特别有用 要不你买一瓶试试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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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孩子正好 他老师也给我打电话了 说要去接了 不好意思啊 我要不就先走了 下次再约吧 好吧 别啊 别啊 你们别走啊 就这么走了吗 哎 到底怎么样的沙龙 才算成功呢 正确沙龙的举办 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下面 让我们有请 多特瑞中国销售区域董事 胡荣芬为我们带来分享 沙龙的力量 现在我们来欢迎 国际销售主持人 胡荣芬 Hello 现场的老师们 屏幕前的家人们 你们好 我是Haya 非常高兴 以这样的方式 跟大家能够空中相遇 这个短视频刚才看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笑得很开心 很开心哈 这个罗莉这场活动 显然是不成功的 对不对 在快要接小孩的时候 安排了沙龙 男生的女话题 跟女生的话题混着讲 主题不明确 对吧 东西带的又不准备充分 金油又舍不得傻 所以呢 最后罗莉问 怎么样的沙龙才是成功的呢 今天我就借公司这个舞台 跟大家分享分享 我在做沙龙的时候的一些小小的心得 那什么是沙龙呢 沙龙的原意是 是意大利语沙龙和法语沙龙 这样的一个音译词 早的时候呢 欧洲贵族上层社会 一些志同道和情绪相投的人们呢 以在家里客厅 一种欢聚一堂的相聚的社交方式 那到了现代呢 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 越来越提高了 除了我们的柴米油盐之外 我们对兴趣爱好文化 都有了更多的追求 那就生意角度而言呢 现代产品 它的推广和一个营销 文化的加入 也变成了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所以沙龙呢 也随之有了越来越多形式的 这个扩张 那我们来看看 有一些大型活动 比如说为了推广公司的文化 理念 扩大社会影响力 而举办的 还有呢 是为了让客户了解我们的公司产品 分享一些用产品的体验 以这样的分享会的方式 也有呢 为了增加生活的乐趣 提高团队的凝聚力 而举办了一些home party 还有为了我们发掘我们的善念 回报社会 举办的公益沙龙 还有一些托管生活情绪 探尽大自然的一些户外沙龙 更有呢像今天这样子 我们线上和线下一起结合的云端沙龙 所以形式会越来越多 那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平时的一些分享经由 签当这样的沙龙 那我们为什么要举办沙龙呢 我们来看哈 这里有句话哈 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 以前说知识就是生产力 有听过吗 听过哈 好 那后来呢 又有一些高端的说法 说人脉跟资源就是生产力 那我今天想说 沙龙才更是生产力 为什么呢 因为沙龙就是把人脉跟资源 汇集到一起 进行文化跟知识的传播 跟交流的这样一种方式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沙龙 那我来分享两张图片 左图这个图片呢 是一根火柴 我想很多人在分享经由 给身边的伙伴 或者新顾客的时候 它的能量就像一根火柴 不管你本人的社会地位有多高 有多低 你的成就有多大多小 当你在面对顾客 分享经由的时候 你的能量真的只是一根火柴的能量 有的人很幸运 一打开经由屏 对方一闻到 特别是我们女人对不对 哇 好香啊 好美哦 我要我要我要 怎么买怎么买 对不对有吗 一定有 但是这样子 刚才烈火一点就着的人 毕竟是凤毛麟角 我们遇到的大部分的人 都是像一些冰冷的炭火一样 我们是需要点燃它的 那我们用一根火柴的能量 去点燃一根炭 它是很辛苦很累的 而且呢 哪怕你把它点燃了 当你离开远了 久了 它的火焰怎么样 又会慢慢的熄灭的 甚至有时候 我们很不幸运 会遇到一些 已经被雨水打湿的炭 这个时候 你不要去说 去点燃它 搞不好连自己这个火怎么样 都被浇灭了 所以一个人 是斗不过一个团队的 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对 所以右边的图片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群人 围着火炉在烤火 看看这个火 非常的旺 它的能量非常的足 不管是什么样的炭 只要你把它放在火炉边上 经过一段时间 它一定会被雾热 它一定会点燃 然后加入这个炉火里面 然后再会怎么样 上发它的能量 去感染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沙龙 那做沙龙怎么做呢 我相信我们现场的老师 跟屏幕前的伙伴们 都有非常非常的多经验 那我个人认为呢 想做好一场好的沙龙 目标一定要明确 因为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我这场沙龙我想要的结果 这个结果会决定着我们的时间 我们决定的地点 还有呢邀约的对象 活动的类型等等 那这些我觉得 只要掌握这些基本的原则 我们就OK 比如说 时间我们一定不要拖太长 45分钟最好 拖得太长了 大家的热情都消耗完了 是不是 比如说邀约的人数 一个披萨的量就好了 能把一个披萨吃完刚刚好 还有地点要选择合适的 不合适的地方 我们不谈精油 这些都是基本准则了 邀请的对象也一样 活动类型好玩 一定要有趣 那我来主要跟大家讲讲 我在做沙龙里面的一些小tip 好用的 第一个呢 就是一定要一对一的邀约 了解需求 一对一的邀约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刚刚我们的老师也给我们分享了邀约的艺术 千万不要说发一下朋友圈 我已经邀约到了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一对一的去沟通 在一对一的沟通当中 我们才能清楚明白的挖掘对方的需求 同时这个一对一呢 也包括了我要跟我的主讲老师要一对一 跟他详细的去清楚的表达 我邀请的这个人他有什么需求 这样的时候我们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才能抓住他们的需求 给到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第二个呢 PPT实时变 我想跟现场和屏幕前的伙伴们互动一下 有没有从一开始到现在 只有一个PPT用到现在没有变过的 有吗 有 我相信屏幕前的人也有 因为我曾经听过一次分享 他说家庭医生讲了一百多次没有变过的 但是我不一样 我是PPT会实时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根据今天来的伙伴 他的需求我去更改PPT 举个例子说 今天如果来的是有过敏性鼻炎的 或者他的孩子呼吸道有问题的 我可能会把很多的呼吸道 调理精油的油会添加进去 会删减 略微删减其他一些不相关的课程 这样的话 我觉得课程讲下来 每一句都是他想要的 你要是邀请了一个还没结婚生子的小姑娘来听课 我一直跟他讲儿童用油 他肯定是不会听下去的 所以PPT一定要根据当天的情况去变 那还有一个呢 座位安排一定要有讲究 这个呢 我们会要求我们的邀约的老师呢 要提前到 然后找定位置之后呢 把旁边的位置空出来 再隔一个位置才让邀请老师坐 这样当他的伙伴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轻易地来亲爱的坐我旁边 这样的话 老会员新会员隔开的时候 在会场中间 不管是讨论 后面的签单环节都会很顺畅 我就见过一些老师 自己一般老朋友一见面抱抱 然后就挤在一起 等新会员一个一个在对面落座的时候 这样会无形地给对方形成心理压力 你们这一篇老会员 然后一群地对着我这边讲 这种感觉是非常不好的 那我的团队有位老师呢 他这方面做得很好 在一次的大型的活动上面 他在每一个位置上都标注了他们的名字 这场活动很成功 在会后的时候呢 我就问他 我说老师你这一场活动的作为安排 有没有什么讲究 他说当然有 我在会前都已经跟他们聊过 而且据我观察呢 那些对精油兴趣爱好强的 购买能力强的 爱学习的 互动很热情的 他就会做在第一排 比如说像陈毅老师 互动很强的 我们做第一排 那有一些呢 可能是为了称称礼物的 打大酱油的 那我们做最后面 以免他在中途离开的时候呢 不会影响整一场的这个气氛跟效果 我觉得他很聪明 这种方法呢 也非常值得借鉴 那第四个呢 叫卧底的帮忙 巧妙地针对需求 这个怎么讲呢 好比说有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随便聊 但是假如说 有一个伙伴 他是有情绪问题的 他不可能说 互动老师我有抑郁症 我要怎么调 不可能 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需要一个卧底 就了解他的需求 但是不是这个顾客认识的人 所以他在会场上 就很巧妙地可以提出来 互动老师 我有一位朋友 他可能情绪方面 有一些问题 我们哪些经友可以帮助他呢 这个时候 虽然我在回答这个卧底 但事实上 我是在给到他答案 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自然 也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而不会有什么尴尬的局面出现 这是我在活动现场的一些小tips 还有一个word 就是在哪里开分享会 这里我给大家分享 两个比较负面的例子 在选择场地的时候 David老师有一句话经常讲 不合适的地方不要聊金油 那我呢 就在一些不合适的地方开个分享会 现场的伙伴 你们大家都知道 由哪两个地方是不适合开分享会的 茶馆 有没有 红酒馆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地方 对空气的这个纯度 还是相当有要求的 我们的金油的味道 还是会改变这个 会对茶叶的储存 有一些影响 对品酒的这个效果 也会有点影响 所以这两个不大合适 那我自己呢 就举办过一场 不大合适的沙龙 那一年也是我在上海 我女儿的潜水教练 约了几个朋友 她说 哎呀老师 你过来给我开一场分享会 我呢 场地也弄好了 人也做好了 你就只管来就行了 当我到达的时候 我发现 是一家装潢的非常高端奢华的 一个音乐 进吧 当我进去的时候 就他们已经点了一瓶好酒 一些精致的美食在等我 我还没有把金油瓶打开 没滴几个人 那个西装革履的服务员就过来 说不好意思小姐 请把这些瓶瓶罐罐收起来 这里不允许有任何香味出现 然后我就只能很尴尬的 很狼狈的在他们的眼光下面 把这些金油收起来 最后这个金油会就变成了瓶酒会 大家就摇着杯子 这酒不错 这酒不错 就很尴尬对不对 好 那这是不合适的场所 遇到错误的场所 才叫真正的尴尬 有了前车之鉴 后面有一场分享会的时候 我一定叫对方说 你把场地照片拍过来 我看一下 他就拍了照片 视频 我一看 哇 完美 就是气氛 装修 风格 投影仪 桌椅 非常的适合 就像为我们多推沙龙 那个 怎么说 量身打造的 我就非常开心过去了 然后那个场馆的老板也特别热情 还要了很多朋友跟我们参加一起沙龙 但是在活动的现场过程中 我就看着他们的脸色 慢慢的有变化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讲得很嗨 但中间有个人问到说 我们多推的茶树 跟某家的茶树什么区别啊 我平常是不会做对比的 那问了我就说了 啊 虽然都是来自澳洲 但是Twitch的部位不同 然后我就听到 那场馆老板娘拿了个东西 就啪 就扔在桌上了 然后呢 分享会被迫中止了 我说 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有人在笑了 你们猜到了 对吗 猜到了 我愚钝如我 我只到去了卫生间 看到了满房间的 某家的一系列的用品的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 哎呀 我走错地方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真叫尴尬了 知道吗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选择场地 好吗 好 那在举办一场沙龙的结尾 踢单这个环节 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这里也有一些小小的技巧 分享给大家 要吗 要 好 都是我的干货 好 那第一点呢 就是讲课的老师 跟踢单的老师 一定要分开 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这是让人感觉非常不好的 我今天的角色 我是讲师 我就好好地讲课 好 让踢单呢 这个环节交给另外一位老师去处理 不然的话 我觉得 就直接会把 变成自己是一个代购的了 对不对 好 另外一个呢就是 讲师跟老会员之间 一定要配合默契 这种一个眼神就懂 你要什么的 这种默契是 通过无限长的分享会 磨练出来的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这种默契 那请在会前会的时候 非常明确地 跟你们的伙伴去说 什么时候我需要你什么样的配合 好吗 那我跟我的伙伴真的是一个眼神就懂 每当快要到踢单环节的时候 我说那个 你看他就 啊我这里刚好有几张首购套装的单页 可以借你们用一下 而不是事先就摆在那里边 一坐下来说 哦我要买东西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配合就很重要了 然后呢 彩蛋慢慢砸 我们都知道 我们多推理公司真的福利真的是 太好啦 福利促销活动一波接一波 而且很多都叠在一起 是不是 但是呢 活动是实实在在的 很好 不要一次给 知道吗 要一点一点慢慢地给 你们知道 女人的购买欲望 就是被一点一点的小礼物激发起来的 女人的意志力 也是被一点一点的小赈品给摧毁的 所以一定要一点一点慢慢地给 举个例子说 我们的精油在这个市面上 性价比很高了吧 零售价就很便宜 我们告诉他 成为优惠顾客 6.5折到7折 终身的 哇好便宜啊 折扣这么低 然后呢 首购套装 还在原来的优惠顾客架上 再打个30%折扣 哇更便宜了 这两点有很多人就心动了 你再告诉他 3988套装 怎么样 四月又返15% 还有送100点 哇不行了我要买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的伙伴就很聪明 哎呀老师 这个月好像有200点 255点活动 我说哎呀真的我都忘了 其实我了吗 没有 我记得生的呢 对吧 慢慢给 所以这些 这时候伙伴就已经 啊真的 已经很想要买了 我也顾忌重研啊 我也会学他 我说哎 这场活动不是我们董事俱乐部吗 你们签到了吗 签到了吗 我把你们的礼物都拿出来了 然后把这个单月3988 两支油就摆在他面前 你说他会入吗 女人的性格你们一定要了解 拿到手的东西 再让你还回去 绝对不可能 知道吗 所以把油摆在前面 不入是吧 那没事 这个油拿回来 做不到 他一定会要 要买的啊 所以这个是彩蛋要慢慢给 那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 第一位签单的福利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们一定会准备 用心准备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 如果大家现场戏风很好很顺利 我们就用不到 但是大家都还在犹豫 徘徊 我看看你 你看看我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礼物就可以拿出来了 就送给第一位签单的伙伴 那这个时候大家肯定要抢 只要有一个人开始住 后面就顺着都来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礼物要准备好 当然了 礼物绝对不能只准备一份 要准备所有人都要拿到一份的礼物 在最后 不管是签单了的 还是没有签单的 让他们都拿到一个小礼物 觉得这场活动来得很值 很开心很愉快 这种方式很好玩 我下次怎么样 还想再来 这样就可以方便下次的邀约 所以这些技巧我觉得都非常棒 那时间也不多了 最后呢 还要跟大家分享一点点 也就是说我们在活动结束之后 一定要对他们做出承诺 成为会员不只是我们这个活动的结束 而这是我们服务的刚刚的开始 只有你成为会员这一刻开始 我将会提供一系列的免费服务给你 比如说新人服务啦 开箱服务啦 还有一系列的免费课程 就好比你买了一架钢琴 现在我要终身的免费的钢琴课送给你 你买了一套蜡笔 我要送你终身的 一直教你成为艺术家的课程给你 你说你们要吗 肯定要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他们下次一定会继续来你的沙龙 让你的沙龙会生生不息 绵绵不绝 越看越大 越办越多 好不好 那最后呢 我想说 任何的技巧方法 如果你不去做 那都是零 是不是 所以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约沙龙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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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